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昨天的报道我们提到 那过去的1119大选 主打种族宗教路线的国盟强势崛起 伊斯兰党跟土团党在选举当中大有载祸 那唯独成员党当中的民政党 还是打不破捧蛋的宿命 以林一席的小老弟身份继续留在国盟 民政党主席刘华才在受访时表示 那该党是在马来西亚政治现实的考量下 主打清廉政治加入国盟以求翻身 然而继续留在国盟的民政党 真的有底气像他的主席刘华才所说的 去平衡去淡化土团党 还有伊党的种族宗教色彩吗 接连两次大选彭林淡的民政党加入国盟之后 就有翻身甚至生存的未来吗 还是民政党继续留在国盟 只是在等待机会 那这次学者潘永强受访时就认为 就算民政党在过去的两届选举当中 没有赢得任何议席 但是短期内还不至于彻底在政坛中泡沫化的 因为民政党还有党产 有民政大厦 有大学 在槟城还有一些老选民 对民政党还有一些怀念之情 潘永强认为 民政党如果要翻身找出路 首先要重建领导层 因为现在的领导层没有方向感 理念跟主张都很模糊 同时也要退出国盟 做个有风骨的反对党 这样才有机会翻身成为国家 特别是华人政治里 另外一个行动党以外的替代选择 不过民政党主席刘华财受访时 则反驳这样的说法 他表示民政党在退出国阵之后 其实曾经单飞了一段日子 但是大马的政治现实是 独立政党是难有作为的 政党必须要加入联盟 以团队的形式出击才有胜算 所以民政党最终才选择加入 主打清联的国盟 上周我们民政党退出了国阵过后 我们以一个独立的政党 继续地在捍卫人民的权益 可是我们也了解到 一个独立的一个政党 真的是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的 这个大局里面呢 是没有办法扮演好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就选择要加入一个联盟 我们选择国盟呢 是因为我们发现到 国盟真的是一个清联的一个组织 有评论认为 民政党应该退出 被土团党和伊党强势主导的国盟 才能重生 不过民政党主席刘华才指出 在大马政治现实里 政党单飞是飞不起来的 而对于有舆论看扁 民政党继续寄生在国盟 是在奢望未来如果国盟真的执政 可以透过委任上议员 来获得一官半职的说法 刘华才则表示 民政党会用过去和未来 向选民证明 民政党是个清廉的政党 总有一天会靠自己的实力 引起学民的心 我还可以证明的就是说 我们执政了槟城那么久 从林昌又医生 到许子庚博士里面 我们都非常的清廉 做了42年的首席部长 我们也不曾被反贪污局 邀请上去喝杯咖啡 去调查我们有所谓贪污的案件 这个就是清廉 这个不只是我们讲 我们是做到的 所以我相信人民 总有一天我会等到你们的支持 总有一天你们还是会相信 民政党还是一个清廉的政党 民政党主席刘华才向选民大卖清廉牌 说民政党的清廉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 而政治学者潘永强也认同 确实民政党的卖点 目前看来唯一能主打的 就是清廉形象 这点他还是有点说服力的 只不过民政党未来要赢取选民的心翻身 除了要撤换领导层 还是需要退出国盟 民政党不少说在台面上来看 他还是比较清廉 过去在槟城也有一些政绩 民政党推出国盟 扮演一个有原则 或者是有丰富的反对党 至少说在一些华人选区 他可以作为行动党以外的一个替代选择 但前提就是 民政党必须要重建他的整个领导层 他要让更多的一些有理念 或者是有原则 或者是对未来多元族群政治发展 有清楚的态度的 这些心灵导层来接管 潘永强认为 垄断华人选票市场的行动党 如今上台执政总会犯错 政府做久了也会腐败 所以华人政治还是需要反对党 去扮演制衡角色 更需要行动党以外的替代选择 而这方面 民政党是有机会可以填补这个政治空缺 行动党真的是太强了 行动党几乎垄断了华人政治的支持 可是未来当行动党执政 他也会有犯错 有腐败 有一些市政上的一些弊端 所以华人政治还是需要反对党的 那如果民政党能够珍惜 他自己过去的政治遗产 或者是留下来的一些过去的形象 他还是可以从反对党的角度 扮演一些这个制衡的角色 或者是给华人政治一个替代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